我們這個Menu的部分 就是第八章的部分 就是功能選單的部分 那一般當使用的按下Menu鍵 它底下一般 App好像大部分都有了 不過少部分的App它也沒有做 沒有做好像也沒有關係 只是說如果有一個Menu鍵 你可以把一些功能都放在Menu裡面 那放在Menu的好處就是說 你那個按鈕有沒有 就不用擔心說它會亂跑 因為反正它一定會在下方 那不過好像4點X或5點X以後的版本 那個Menu好像是在那個另外 那個位置好像是在右上角吧 還是不同版本有不同的顯示 2點X的話在下方 那比如說按一下關於 它會跳出一個什麼 等等等等 這樣子OK Menu鍵 關於跳出來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LearnDialog 還記得吧 不記得的話回頭看一下 反正顯示訊息就兩種 LearnDialog跟Tost 另外一個結束 如果我希望按下它結束 有沒有怎麼做 不過現在這沒做有沒有 你按下去沒反應 有的話是因為這個另外我是有一個已經做了 就會跳出來 那這個其實也非常簡單 怎麼做 首先需要設定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你要先建好這兩個東西 關於跟結束 在哪邊建呢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在 Resource裡面 Layout的下方 就會有一個什麼 就有個Menu 預設值 它有東西 但是沒有實作 OK 第一個 所以要怎麼做呢 打開它 裡面的話加這個可以remove掉 這個沒有用 可以把它remove掉 Add一個什麼 Add一個Item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Item名稱的話 我們取名叫 ID後面這個地方的話 比如說叫做MenuAbout 比如說就Menu 打一個Menu底線 About 這樣子 第一個 然後Title的話 我直接給你名稱 或者你可以在字串裡面加 因為我們這個直接用名稱好了 你可以在那個Street裡面加也可以 關於好了 OK 好 這樣就 這兩個加就可以了 最後記得點這邊一下 有沒有 因為它的套用 它沒有套用 它叫點這邊才叫套用 OK 第一個 About 它會跳出什麼 SubMenu 當然它有SubMenu 就是Menu點下去 還可以一個紫Menu 很多層 那不過我們不需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加個紫層 那如果我們現在比較一般就是 再產生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Item 因為第二個是什麼 結束 對不對 所以按一個Item確定 然後呢 後面記得ID的斜線後面 我們叫做Menu 一樣是Menu 然後離開的話就底線 Q Q 這打錯了 Q Q 小寫的好了 然後這邊是Title部分的話呢 可以給它結束 那當然其他 有些其他參數沒有加上就不是沒有作用啦 像Icon 你可以加一個Icon上去啦 不過因為我沒有做Icon 如果你想加Icon 它也可以有Icon效果上去 OK 然後呢最後記得怎麼樣 點它一下 就有一個 兩個 第一階段就做出來了 第二階段呢 請各位要實作兩個方法 拿兩個方法的 特別注意啊 打開我們的Menu 有資料對不對 第二個請你到這裡 打開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 class叫 Main Activity對不對 它Essence Activity 這個好像前面講過了 那這個Activity裡面有哪一些方法呢 最重要是這一個 Uncreate 也就是當它載入的時候 會怎麼樣 會啟動的 然後它當然會把View叫進 把那個View產生嘛 要去做後面的事情 可是我們也是要怎麼樣 是要叫出那個Menu 所以變成怎麼樣 要執行 在Essence Activity裡面有兩個方法 一定要做的 一個是什麼 也是Uncreate開頭 叫Uncreate Option Menu 這個我想在雲端上面有 這邊有 OK 需要兩個 這個是剛剛的畫面 123 各位可以 一個是Uncreate Option Menu Options Menu 一個是什麼 Unoptions Item Slate 就是說呢 第一個是 當Uncreate的時候 要把Menu載進來 第一件事 第二個是說 如果那個Menu被點擊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置 兩個部分要實作 你想說 這個是要自己打上去嗎 當然如果說書上 書上是不會叫你說要怎麼做了 當然我一定會教你懶人法 就是自己產生 不過書裡面都是叫你自己打上去的 我看了很多本書 很多本書裡面都沒有教你自動化的方法 他就是給你程式碼 我想說給我程式碼幹嘛 難不成叫我從頭打嗎 那不是真的會昏頭 這些東西我要自己打的話 打出的機率太高 尤其在學校裡面 給學生打 打完之後發現 不行 一節課給他打都打不完 錯都錯一堆 一直問老師為什麼錯 後來我乾脆放在這 好 上面有請複製貼上好了 再把中間Delete掉 以後的話 可是總不行這樣嗎 以後的話 那如果我沒有給你東西 你怎麼辦 你會寫Mail來說 老師我缺個東西 你會Mail給我 那不是程式永遠寫不完那一天 以後如果你在到業界工作 你總不可能 那以後你不要分一點薪水給我嗎 對不對 真的有些學生一直問問題 一直問一直問 我都覺得說 那你是要分我一點 OK 開玩笑 那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將來你要 因為Activity本身 它有很多的方法 那如果說你今天 要讓它自己叫進來 是OK的喔 可是那個方法 一般書裡面 幾乎沒有看到 我書裡面叫你這樣 它其實可以怎麼做 除了說我們剛剛新增畏縮方法之外 其實這邊有一招按右鍵 右鍵裡面有一個什麼呢 它有一個叫程式碼 程式碼裡面 因為我現在郵標是放在這個class裡面 那這個class裡面有沒有 這個class 它是Echange Activity 所以Activity裡面有很多方法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那個方法 叫進來用的話 有兩個方法 一個叫做Uncreate Options Menu 一個是Option Menu Base類的兩個方法 那當然你要自己打麻 它可以自己產生 可以 怎麼產生呢 按右鍵 程式碼 置換實作方法 因為我這個方法 有些是它裡面有的方法 但是我要重新怎麼樣 重新再把它複寫過 重新再給它一些東西 所以怎麼樣呢 我就點它一下 特別就是程式碼裡面的什麼 置換實作方法 這邊 這個地方 點下去 程式碼 按右鍵 置換實作方法 你會發現 Eclipse其實功能很多的 一堆 然後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它點擊之後 它就一個Menu出來 你會發現喔 這個class裡面有沒有 這個class是 是Activity對不對 Activity裡面的 所有的那個什麼 所有的方法 都會自己跳出來喔 也就是說 你就不需要 再去查什麼Menu 查什麼東西了 直接點擊它 打開 然後找一下有沒有 Uncreate 就是當載入的時候 再幫我找入這個OptionMenu 有打勾 另外第二個是 當那個OptionMenu被點擊的時候 那也許你記不起來 不過你知道它是OptionMenu 所以OptionMenu開頭 也是O開頭 然後P P Option P往下找 Option Option 這個動作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打勾之後按確定 他會問你說你要放在哪裡 放在第一個成員 最後的成員等等的 不然我們乾脆放在第一個成員 放在最前面也可以 按確定 你會發現他自己幫你加進來了 加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 加在這裡 他幫我加在第一個成員的上面 那如果你不喜歡放上面的話 你可以放下面 看他放哪裡都沒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說 當我這兩個加進來之後的話 我再去實做就好了 再加一點東西就可以 這樣的話可以避免你打錯字 因為裡面實在是一串 你要自己一次打正確 其實不太容易的 然後裡面要加什麼呢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 其實也沒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的白板裡面 我這邊已經有大概寫 因為你如果有那個基礎之後的話 那你再來做 就比較簡單的 第一個就是on create option menu之後 它要有什麼呢 get menu infect 這個什麼叫get menu infect 就是這個infect 就是產生 產生什麼呢 叫做menu產生器 menu產生器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infect 把那個menu給產生起來 那個menu在哪裡呢 就在r.menu 有沒有 點man 然後幫我產生一個menu OK 所以這一行 應該理論上這一行是不是已經本來就有了 看一下 這一行好像沒有 所以你就等於是多一個動作 當然最好你可以自己打出來 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把這個稍微直接貼上來 特別注意 一行就ok了 就是叫menu infector 如果你不知道這什麼東西的話 稍微查一下文件 反正記起來 它就是一個叫做menu產生器就對了 有一個方法 就是產生什麼 產生一個menu 這個menu的men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當它點擊的時候 它會告訴我點擊哪一個項目 如果點擊的是第一個項目的話 做什麼事 點擊第二個項目做什麼事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我們會需要怎麼樣 用一個邏輯判斷 if 如果是點擊的是什麼 第一個的話 做tosser 如果點擊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直接怎樣 finish掉 ok 所以直接怎麼樣 把這一幅邏輯判斷 當然可以寫的話 你就自己寫 如果不能寫的話 你就自己把這一段有沒有把它加上來 ok 然後 但是貼上的話呢 如果有問題 我們就是tosser 應該是沒有賄賂 說tosser賄賂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menu 會不會是 誒 對 太有經驗了 所以上第二次還是有感覺 你看一下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什麼 驚嘆號 那個 星號 有沒有 這個也是每個同學都可能發生的 學第二次就不會啦 學第一次應該就會了 常常問題就出在 請問老師為什麼點沒有點沒有 看我就知道 你心號都沒有存檔 你怎麼會有呢 ok 如果有的話 才是有問題了 ok 儲存一下 好 這個時候他就等一下 註冊了嘛 對 註冊之後回來之後的話 一切就恢復正常了 所以特別注意 我的程式都非常穩定的 只要你照著做 沒有做不出來 因為這已經做過N次了 這東西已經在很多地方 上課都亂過了 還有問題早就已經馬上解決了 ok 好 做完之後有沒有 一切就完成了 所以你再來執行的時候 按下這個menu鍵 就有這兩個按鈕出來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自己要加一個icon 或者加一個submenu 下層的 那自己再加一下 不過這個可能要一點點功夫了 基本上如果你要產生menu 其實就是這幾個步驟 ok 所以應該是還蠻容易理解的吧 1 2 3 不過最重要是那個自動產生 按右鍵 按右鍵 程式 自幻實作方法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喔 因為很多的方法都會用到 但是如果你不來這邊產生的話 你要自己打 應該可能會打錯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 當然喔 那個這個開發環境 當然是盡量越人性化越好 不過其實目前看起來 其實已經算是蠻完善的啦 不過還是有很多地方 真的還是開發起來 不是那麼容易上手 因為這太多細節要注意的 這個也是要培養一個 Enjoy App工程師的困難點 因為說真的喔 很多時候喔 很多人大概就是 看到這些東西喔 大概半圖而廢的應該會蠻多的 想要放棄的其實也可能很多啦 不過各位就是不用擔心喔 這後面都有啦 我覺得每一套東西 我剛剛做過任何動作喔 當然都影片有動作 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去做過 不只一遍啦 然後呢要去想方法 去實作出相關的App 是你自己的App 那當然最好是喔 可以自己真的把一個App給上架了 然後兩個三個四個 並且在上面掛上廣告 也許你流量夠大的話 慢慢慢慢慢慢 然後這就是你的作品 其實你的作品喔 你只要有東西出來的話 其實說真的啦 你就毋庸置疑了 為什麼因為人家也不用說問你說你會不會啦 這東西當然 眼見為憑嘛 你如果說 沒有作品的人 當然就要懷疑一下你到底會不會啦 那如果你在作品都已經有了 那你可以喔 就是 這個我想應該也不是太大的問題了 那這裡的話 各位先把這個 就是 加上Menu 加上Menu 這個是第八章的部分 因為不是很困難 所以我又把它 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那給各位參考 那等一下 先下個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那個 List Surview部分 List Surview呢 也是分成幾個階段 不過最後那個範例也是 就是 又有array adapter 又有base adapter 不過因為前面都講過了 再來講 應該會 稍微好一點點啦 OK OK